1979年2月中下旬 一支解放军小队经过一番猛烈的攻击之后 拿下越南人的阵地和往常一样 拿下阵地之后 那些越南人就再也没有赶回来 夺回自己阵地了 而我们解放军战士也开始在这里进行短暂的修整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士兵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个阵地上的土质 明显比其他阵地上的土质要松软得多 但是我们的战士也并没有十分在意 毕竟炮击或者一些其他事情 都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浮土 可是过了两天之后 一股奇怪的味道却在整个阵地上蔓延开来 根据当时战士们回忆 这种味道就像是某种东西腐烂了一样 开始只有几个别战士闻到了这样的味道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的战士们表示 自己也闻到了这个味道 但是找遍整个阵地 我们也没有找到是哪里散发出来的味道 于是战士们将自己的目光 投向那本来就有些松软的地面 可是当挖开这里地面之后 很多新入伍的战士都忍不住吐了起来 因为在这片阵地下方 几乎填满越南使兵的尸体 而这些尸体就是那一股腐烂味道的来源 对于这个发现 战士们很快就形成的报告 送给上级部门 但是他们已经不是第一个 送出这样报告的队伍了 在各个阵地上 几乎都有这样的发现 成千上万的越南士兵遗体 被掩埋在了泥土之下 没有一点痕迹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 越南国内却是死一般的寂静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媒体 敢于讨论这个问题 或者说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在他们报道中 越南方面虽然有些损失 但是损失并不严重 而且绝大部分士兵的遗体 都已经被他们带了回来 一个月之后 解放军已经打到越南河内 但是和当时对印度的反击一样 我们解放军战士 竟然有序地在越南人紧张的目光中 开始撤退 一直到我们走远 越南人依然没有敢追击 在他们认知中 从来没有这样打仗的 明明马上就要胜利的 可是自己却撤军了 这是什么打法 没见过 但是眼看着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越走越远 他们的内心也开始蠢蠢欲动 在他们眼中 我们这次撤退 慢慢地就成为他们的胜利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理解不了胜利之前撤退 所以他们认为 这是我们因为物资不足 或者其他一些原因 不能继续再打下去了 所以撤退了 于是这场战争 就成为世界战争史上难得的一次 战争双方都宣称自己胜利的战争 拿着自己号称满分的成绩单 越南找到了自己大哥苏里 狠狠地向着他们 炫耀了一把自己成绩 可是看着这个小弟 苏联也是十分无奈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跟这个小弟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最后他只是安慰一下自己小弟 说打得漂亮 下次不要打了 这个时候苏联内心已经有了一些动摇 他不知道自己扶持这个不听话的小弟 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但是来都来了 总不能就这么离开吧 多年以后 或许苏联在想起自己扶持的这个小弟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当时苏联在我国边境大军压境 想要给我国一些压力 同时他也在扶持自己在东南亚的小弟越南 希望自己小弟可以走的南方 给我国一点压力 好让我国屈服 而越南自然也是不辱大哥的使命 一个劲在我们边境找麻烦 虽然当时我们也给他们不少钱 但是从当时国际局势来看 到底是苏联强一点 还是我们强一点 结果一目了然 虽然越南投靠苏联 我们也理解 但是如此忘恩负义的家伙 也确实挺少见的 虽然我们并不怎么将越南这个对手 放在眼里 但是说实话 该重视 还是要重视一下的 毕竟南北两方的压力也是相当强大 如果到时候越南真的和苏联一起对我们发动进攻 那么我们的情况将会相当被动 为此 邓弓想到一个破局的办法 联合美国 这就是邓弓想到的破局办法 在当时世界上 我们的实力还远远称不上强大 美苏已经牢牢地霸占世界两极 他们的地位几乎无法撼动 以前我们和苏联关系不错 但是和美国就差点意思 但是现在不一样 苏联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十分的恶化 而我们和美国之间关系 则渐渐地开始破冰 如今苏联联合越南对我们施压 那么我们最好的办法 就是联合美国 于是在1979年的1月份 邓弓踏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这架飞机的起飞 引起全世界人民关注 而苏联对此尤为上心 中国的发展速度 近些年来是整个世界上都有目共睹的 如果我们真的和美国走到一起 那么亚洲局势将变得极为复杂 而邓弓也深知这一点 于是在美国时候 邓弓若有若无地表示 如果苏联和越南再不收敛 那么中美联手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得到这个暗示之后 苏联有些着急了 他们很快就通知越南 建议越南最近老实点 不要继续找我们的麻烦了 但是这话到了越南眼里 就变了个味道 在他们看来 苏联这么说一定只是名义上 对自己的一些劝戒 但是现在自己实力这么强大 为什么还要听劝呢 于是他们毫不顾忌 继续向着我们疯狂挑衅 终于在1979年的2月17日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了 仅仅一个月时间 许室友将军就从望远镜里面 看到了河内 当时在撤离时 许室友将军感慨表示 如果再给自己两个小时时间 河内可能就拿下了 看着近在咫尺的河内 许室友将军还是执行中央命令 全军撤离的越南 但是在撤离时候 我们将那些曾经原见他们的设施 一一拆除 对于我们的这样行为 越南人将自己的理解报告 给了苏联之后 苏联的反应也只能是哭笑不得 在苏联看来 可能还是自己的对于越南的关心 太少了 他们可能对于打仗 有什么误解 于是就派出自己的军事顾问 希望他们可以给越南人 普及一些现代的军事知识 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越南人的反应就更加有趣了 他们认为 苏联人将自己的军事顾问派遣过来 这就是因为他们赢得了上一次战争 想要继续支持他们的事业 于是 越南人趁着这个机会 便再一次开始进反 我们的边境地区 他们不仅强占我们的老山和折阴山 还做出一些非常下作的事情 为了给我们边境地区制造一些麻烦 同时 为了给自己以后侵占我们的土地 埋下一些伏笔 越南经常派出一些小谷部队 到我们边境一些村寨 进行骚扰和攻击 他们的狙击手 会伏击我们到橡胶林里面采橡胶的百姓 他们的小谷部队经常渗透到我们村寨附近 在农田里安放地雷 在道路附近 预埋炸弹 他们甚至还会动用迫击炮 轰击我们的学校 在数年时间中 我们有数百名百姓就死在了他们的枪下 受伤残疾的更是不计其数 五十多所学校因此停止教学 孩子们只能在家 三万多亩土地 因为没有人敢去耕种而荒废 还有三十多万亩的橡胶林 无人收割 因为他们的各种行为 我们原本繁华的边境地区日以凋敝 一些地方的百姓 甚至只能驱慎于炎洞之中 防御越南人的袭击 但是即使如此 那些越南人也会趁着夜色 悄悄地到我们的百姓聚集的地方 偷到财物 对于这样的事情 我们解放军战士曾经前去阻止 但是却遭到了越南方面的攻击 对此我们也曾经提出严正的抗议 可是越南方面 不仅不听从我们的建议 甚至还公然挑衅我们 看着日益沸腾的名义 我们很快就下定决心 再给越南一点颜色看看 于是国内部队迅速开始行动起来 越南人知道我们军队动作 但是他们却没有丝毫撤军的样子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次自己赢定了 越南的底气说实话 来得很莫名其妙 他们在上一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 有了一点小小的波动 他们有人认为 自己之所以打了一些劣势 就是因为他们的军队数量不够多 所以他们在那次战争之后 大肆开始扩军 在他们占领我们的老山和折音山的时候 号称已经有了120万人部队 上一次作战 根据他们自己放出的报告 仅仅只有5万人阵亡 他们相信 这一次自己大军压境 是不可能重复上一次的失败的 而这就是典型的骗人 没有骗柱 先骗了自己 开始时我们说过 曾经在我们攻占的许多阵地上 都有大量的越南士兵尸体堆积 而根据越南官方的报告 他们几乎带回全部尸体 那么很明显 他们官方报告说了谎话 他们死亡人数根本不止那么多 凭借一份虚假的伤亡报告 大肆扩军 然后膨胀自己的自信心 当然 这并不是他们自信心的全部来源 苏联教官在这里也给予他们巨大的信心 可是全世界都知道 这一次战争是否能打得起来 关键在于我们 而不在越南 第二次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主动权 依然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但是这一次 我们并没直接发起攻击 而是用了一点小计谋 我们一边不断的发送指令 命令部队在云南方面集结 但是实际上 我们只有一小部分军队集结过去 但是在越南眼中 我们如此频繁的发送指令 一定是有什么大的动作要实施 同时 我们还派出一部分军队 向着越南北方的边境靠近 而在这里 有一个越南的命脉 那就是甘唐式特大行灵飞场 这是他们全国最值钱的东西 为了保护自己的金戈达 越南方面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 向着越南北部的边境地区靠拢 誓死保卫 这个金戈达 我们几乎还没怎么动手 越南方面的120万人 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他们不是不知道 我们派出的都是一小部分的部队 但是 他们依然如此紧张 就是因为 他其中还有一些人是清醒的 没有被自己所谓的 优势在我的定论所迷惑 当时越南方面真实上网数字 还是有人知道的 并且 那些和我们交过手的越南军队也知道 我们中国解放军 到底有多强大 当时越南最喜欢用的一种战术 就是游击战 因为这种战术 特别适合在雨林中作战 甚至 他们用这种战术击退美国人 可是 这种战术 在我们解放军面前 可能就显得弱智了一点 归根究底 就是因为 这就是我们交给他们的战术 打起游击战来 全世界都要管我们中国人 叫祖宗 所以在当时前线 很多越南士兵知道 他们的对手 依然是解放军的时候 就忍不住的 有一种绝望在心里 事与证明 他们的绝望是对的 在1984年的712炮战中 越南人深刻意识到 仅仅四年时间 解放军已经进化到 他们不可企及的高度 一天对轰之后 越南炮兵再也没有了 和我们解放军的炮兵 抗衡的想法 甚至 这已经成了许多年后 他们挥聚不去的阴影 眼看即将爆发的第二次 对越滋味反击战 我们仅仅用了几次调兵遣将 就挫败越南人的士气 不仅仅将大战的阴云驱散 更是收服我们的师弟 而越南从此也一蹶不振 永远地失去自己 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梦想